海洋事務與社會各種相關的議題 並在2018年海保署成立時 單納第一位署長持續致機 署長將與大家分享 推動臺灣商務保育分享 讓我們掌聲歡迎署長 好 各位的來賓大家好 我是海洋保育署 黃夏文 那今天非常榮幸 受邀到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海洋保育署的工作 特別是 臺灣商務保育計劃 好 我覺得主辦剛剛有這個圖 非常可愛 所以把它畫在那裡的地方 剛剛期待有提過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我透過所謂的有序發展目標 他當中第14點有提到 特別跟海洋保育比較有關係 剛剛第一個提到 14.1 我們怎麼樣減少路源污染 特別是微塑膠 那第二點提到 怎麼樣去保護整個海洋生態系 那特別是從保護區域 那我想特別提到 是最後一點 剛剛提到很多聯絡的事情 我們怎麼樣透過合適的法律 去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我想這是在2015年通過的 SDG14告訴我們的 那過了幾年之後呢 在前兩年 2022年的時候 在生活多樣性 都會通過一個更複雅的 各個平衡的圈圈浩大 一到二十三下 那他們其實感受到 其實當地球上的生活多樣性 被減損的時候 其實產業會受到衝擊 所以這裡面提到 第一大塊 怎麼樣減少 對於生活多樣性的威脅 剛剛其實幾位縣 包括縣南那幾個貴賓 都提到 黃湖的海洋生活多樣性 非常高 但是我想再透過 可以理解 如果資源減少的話 黃湖仰賴的一些海洋生態 有序力 有是不是能夠執行 所以這邊提到 怎麼樣減少對於生物的威脅 特別是增加保護區 那資源包括 不是黃湖保育兒 也是為了利用 所以怎麼樣合理的利用 有去利用別生的物種 那在工具上 又思考到了 除了公共木門之外 私木門包括第15項 提到企業責任 怎麼去做連結 就是這兩項 從2020年到2030年 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 給各位分享兩個重點 第一個提到 海洋保育的願景 特別是海洋保育署的願景 那第二項就像我們今天的主題 台灣的特別是山谷的保育行動 那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海洋保育的三項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提到 怎麼去做 潔淨海水 怎麼樣維持海水的乾淨 那第二項是怎麼樣去保育 確保也是有種永續利用 那第三項提到 怎麼樣去做生態系保護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從環境上面 我們希望水是乾淨的 生物是多的 然後 漆地是可以健康的 那第一個提到海域水質 其實澎湖偶爾會聽到 有關於一些 海域水質的狀況 比如說內灣的海水 水質可能是那麼好 所以這幾年來 其實也跟澎湖現政委這邊合作 在整個海域的水質執行上面 甚或是海域污染的時候 去進行水質的檢測 跟海污的應變 那這邊看到是海污應變 其實整個台灣在去年 在面臨有180次左右 那在澎湖這邊其實包括 從海保暑到地方的環保區 還有很多民間單位 中油等等 其實我們準備了很多 更適量的應變制裁 那當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們可以通知我的巡強員 我們會跟縣政府聯繫 確保姿態可以第一時間遇到 那這邊也看到說 除了海污之外 海費很多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跟民間合作 包括成立的環保艦隊 跟前海戰將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從我們剛成立出 可能數字大概傳從1800多艘 現在我們將近6000艘 那前海戰將 我們從2020年左右開始 現在有超過4000位 那我們海費清理壓 也從800噸增加到 超過6000公噸左右 那這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希望可以減少 海源廢棄物的時候 對於資源是有幫助的 那外能量的資源 可以是資源而不是廢棄物 所以我們推廣海費的循環再利用 那我們成為了海費再生聯盟 希望可以透過 不光是這邊有提到的 有再生的廠商 產品工藝商 品牌商 這邊也有提到金融業者 例如上玉山疾控等等的 那希望可以研究單位協和之後 讓這些過去大家認為是廢棄物的 可以變回收再利用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主要回收的是一些廢棄魚具 包括魚網具 裡面比較多大概是刺網 另外還有在台灣西南 比較多的科繩 那在澎湖我們幫忙比較多 是在保利龍 所以過去幾年 我們跟澎湖先生的合作 在保利龍的部分 回收的超過132公噸 那這些廢棄的保利龍 包括一些扶具 它能夠回收再利用之後 就不會是廢棄物系的資源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法 減少它的產生 那第二塊提到保育生物的部分 海龜大概是澎湖大陸 有時候能講的保育生物 那除了在萬安有 萬安特別有網戶區之外 其實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消息 那過去幾年我們監測發現 這幾年大概在萬安那邊 還是持續會有母龜腸男產卵 那我們也特別針對 左下角上有一個 左下角的時候 我們針對當中一隻母龜做標示之後 它去年長安卵離開萬安 它去了哪裡 它去了太平 東沙 東沙環家公園 現在就住在這個地方 也許他們連會帶回來 然後 這個其實就是靠地方政府 跟水市所的合作 那這邊提到我們除了 除了那些舊傷之外 對於活的上岸產生 希望可以減少到它的衝擊 所以這邊有跟萬安公所合作 希望可以把木燈換了之後 可以減少夜星的光照 避免它們上岸的時候受到一些騷擾 還有什麼 澎湖還有非常非常多生物 所以這邊看到像我們關心的 比如說三級後 我們其實在蠻多社區都有發現到 那希望可以加養保護 那也感謝澎湖 現在政府現在把三級後 列為吃氣土物種 那其次還有一頭腰跟車曲背 那我們剛才跟廠長提到說 車曲背其實是澎湖的特色生物 那如果可以好好照顧的話 也許可以帶來一些 生態旅遊的一些人潮 那在生態系上面 因為海邦屬來針對全台灣 所以過去四年我們環台 做一些調查之後 我們幫化體透過環境DNA 環境DNA是什麼呢 過去大家去了解這些海洋生物 可能要看到要很多島 那環境DNA就是我們去採水之後 我們都要測水裡面的DNA 這些物質配置到有多少物種 那我們這時間下來發現說 在全台灣周邊做了之後 總體來說我們發現 澎湖是全台灣海洋 海域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 那這邊也看到其實 澎湖也有蠻多樣化的保護區 那我們希望透過整個 保護區平台合作的方式呢 可以讓各個不同的機關之間 有更好的整合 包括國家風源 包括樓業部 漁業署 還有林業署跟招募單位等等 那這邊是看到 全台的六十個保護區裡面 澎湖也佔了蠻多的 所以這是比較新的 過去大家可能比較注重珊瑚 那最近大家注意來看 是不是也開始去發覺 澎湖在蠻多地方 我把我這邊提到 在崇光跟鎮海等等 都有一些海草床的潛在的富裕區 那我們也開始跟水汽車合作 進行富裕的工作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在從109年開始 110年開始 我們其實招募了七位巡查員 在目前在澎湖有兩個站 那他們就負責每天在海岸邊巡查 跟地方政府合作 跟海巡合作 如果發現有違法的話 就可以通報給相關單位 去做機查 如果發現有需要應變 像是海污 或者是也是動物擱淺 他們給地時間去幫忙 那在海洋保育教育方面 我們一樣出了蠻多的繪本 跟一些教案 那希望透過巡查員跟地方政府 有些地方是跟教育取合作 去做教育尋導 所以剛剛的影像是第一塊 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海保署在海洋保育方面 從海水環境到棲地到生物的保育工作 那接下來回到今天的重點 就是提到說 珊瑚保育 各位知道台灣的珊瑚有多種嗎 我們去認真的算了 叫台灣珊瑚有超過800種 那珊瑚其實會因為時間溫度的變化 可以看到在北台灣的珊瑚 大概數量比較少 100多種 那因為北台灣氣溫比較低 所以比較沒有珊瑚交 但是往南之後 慢慢就可以看到重點越來越多 那特別是在東沙跟太平島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算下來 台灣全部都有超過800種的珊瑚 那當時我也發現到 特別最近幾年大家都知道 氣候變遷 溫度變高 所以在2020年 曾經經歷了一次 非常嚴重的珊瑚大白化 甚至在北台灣 都發現珊瑚白化的狀況 那另外很多人為了財庫 像之前也有收到訊息 在棲門裡面可能有些遊客 不是很熟悉浮潛或潛水 然後就去採壞一些珊瑚 那另外之前大家擔心 太多遊客防曬入 也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或者是有些海域工程 在執行的時候 就曾經不小心 把綠島裡面的大香菇 之類把它擔壞 這都是讓你游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去 了解湘湖的狀況跟保護它呢 我們在前幾年去大概看一下 最早在1997年的時候 台灣的湘湖覆蓋率 可能有33%左右 那最高的地方可能到50% 但經過這些年之後 我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氣候變遷開發案 那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結果的覆蓋率 平均的覆蓋率 大概25.5%左右 整體來說是往下掉的 那我們再稍微更新就是 環資協會其實從2009年開始進行 山文膠總體檢 然後斷斷續續之後 做了其實發現了類似的狀況 就可以看到早期在1997年 那其實比較好的點 可能到50% 但最近其實一直在往下掉 那邊的趨勢告訴我們說 我們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 去改善這樣子的趨勢 那剛剛提到的是比較早期 從2017到2022開始 那海鮑鼠類希望可以比較 適世標準化的一個監測工具 所以我們從2020年 2021年開始 就跟海生館合作 針對固定的點 固定的漾線去做調查 那這邊看到是全台灣的一個平均的狀況 我們如果特別看一下澎湖的 這邊倒數第二頁提到 澎湖在110年的時候 它的覆蓋率整體來說 大概34%左右 然後到110年是40.9%左右 然後到110年是45.2%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在澎湖的山谷狀況 其實相對來說 比其他地方應該可以說蠻多的 這應該是各位覺得 應該稍微有點欣慰的地方 那因為這樣子 我們希望加強保育工作 那Ebride常常會分享 他們在繁殖廠做了蠻多工作 那我覺得這另外一塊 我們之前跟水市所合作 可以看到說 在一個合適的地點 合適的方法的話 你只要經過一段時間 其實山谷的成長狀況 其實可以講得還不錯 那這邊是我們看到 經過29個月之後的富裕狀況 那另外我們覺得 教育宣導其實蠻重要的 所以去年也跟 對就是跟普克大合作 還有跟地方的民間團體合作之後 進行了蠻多的教育推廣 那我們希望做公民科學家的方式 去幫我們監測這些山谷的狀況 所以辦了這些教育訓練活動 實際去監測 但我們希望這樣子 地方上透過公司合理跟鐵力之後 可以有一個長期的監測活絡 所以這邊看到 是另外一個在地守護計畫 從109年開始 這邊有10個是澎湖的在地團體 我們借這個機會 非常感謝他們在這些年來跟我們的合作之後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進行了類似的 不管是珊瑚的富裕 公民客家的調查 海域的巡守 或者是有一些海費的調查等等的 我想這些工作對於提升民眾的意識 跟參與習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想藉這個機會 感謝這10個地方團體的合作跟幫忙 所以回到我們的重心就是 我們的山谷保育需要打算怎麼樣去做 那今天我們大概分了六個步驟 第一個提到從法規面去想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我怎麼去做調查、檢測 那第三項保護跟保育 第四項更積極去做富裕 那到後面搭配教育宣導跟民眾的參與 所以這邊提到法令的部分 過去現在我也是那種保育法 但是它針對珊瑚的保育侃 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海洋保育法 我們希望透過海洋保育法 現在立刻在討論當中 那我們希望透過海洋保育法之後 就可以更積極的從事這些富裕的工作 同時限定一些管制事項 也許可以減少遊客不當的破壞這些珊瑚礁 跟珊瑚礁 我想這一塊是法制內 我們必須要先去一方面推行的 那第二項提到調查、監測跟研究 我們可以也許變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提到比較科學研究 我們剛剛講的跟海洋館合作 我們跟學術單位合作 那包括調查他們的覆蓋率跟棗類的避避等等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公民科學家 所以剛剛提到我們跟潛水店的合作 希望他們可以在地、舊氣 幫我們去看守這些在地的商務 那透過這樣的長期的監測 可以讓我們知道到底氣候變性的影響 或者是我們富裕工作的成效 所以就介紹到第三項我們提到的 這個氣地我們只能夠保護 避免外來的一些不當的開發行為 或者是營運氣行為 就是相對比較消息但是重要的 那右邊就提到富裕是比較積極的 包括選取合適的種類、合適的方法 在合適的地點做富裕 以及搭配後面長期的監測 那在教育宣告跟在地參與 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地守護計畫 或者其他各式各樣 到學校去跟小朋友合作 或者是去教導他們 或者是看著他們怎麼樣去幫他們的忙 我還記得前幾年到合適國小的時候 其實看到那小朋友在附近的海域 潛水的地方工作種山湖 然後他們定期就去看那些山湖 那個過程我想對於小朋友 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那特別右邊提到我們 今年度開始希望可以有一個 珊瑚礁的生態旅遊指引 去告訴大家怎麼樣一方面可以認識 珊瑚礁旅遊 一方面不要破壞 那到底希望跟地方業者合作 去認養當地的海域 所以後面提到我們在整個架構上面 從調查、監測、法規執行等方面 那在這每個環節當中 其實我們都很歡迎企業可以共同參與 那或許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台灣本土 那一口你會聽到會很同意有很多案例 那我想這一塊就回應到最前面提到的 2030的一個生物多樣性的框架 所以我們在上個月辦了一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另外發起一個關於 攜手企業精深精釋 我們了解現在大家企業也重視ISG 那也體驗到生物多樣性 自然解放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感受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提到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去年底在海生館有開展一個藍金 那一支藍金是台灣有史以來擱淺的 第一支最長的藍金 那它的身上其實是被廢棄於神殘酬至死的 那告訴我們說我們怎麼樣 因為我們有開發行為對海力造成影響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去彌補跟補償跟改善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提出了幾個點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一項在很多海費上面 過去我們鼓勵獎勵民間團體 包括雲匯 漁民 環保艦隊前海戰將 那我們慢慢看到有些企業開始有一些企業的前海戰將跟建的出來 我想這是一塊我們可以鼓勵企業去參與的 那包括海費再生檸檬裡面有很多企業 透過他們的技術去把這些海洋廢棄物幣 是可利用的可再生的塑膠內藥 那第二次要提到我們有海保助援網 各位也許有機會看到在澎湖水廁所裡面有救上一些海灰 那基本上也感謝他們的詳細照顧之後就把他引放 這是另外一塊鼓勵大家可以參與的 那第三項提到就是關於怎麼樣去守護這些海洋環境跟環境教育 我們辦了很多相關的環境教育工作 希望更多人知道 那最後就是我們透過志工 透過巡查員 透過的夥伴 我也希望透過七年合作之後 讓更多人一起到海邊去認識海洋 愛護海洋 然後進而讓海洋成立更永續 所以我想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到這個地方跟各位分享 那也感謝各位 特別是澎湖 我覺得澎湖剛剛現場提到的雖然面積不大 但它其實是台灣的海洋大縣 有很多值得我們保護的地方 那希望大家也希望能力 謝謝 謝謝 謝謝包組長帶來精彩的分享 接下來由日月光